大家好我是Tim哥 沒有錯 今天就是iOS18 你一定要做的設定 為什麼 這些設定做下去以後 你會更好用喔 最終訂閱3CTim哥的生活日常 就是要和你分享3C大小事 老闆 這不對吧 你前面已經教那麼多功能了 所以現在才要教技巧 我跟你講 iOS18的功能 我們到時候 之後再跟大家好好分享 因為有些功能 我要分享 我覺得很好用的 但是今天這個更重要 因為有一些 比如說你拿到新的iPhone16 Pro Max 或者是你的手機更新到iOS18 但是裡面有些設定 你要先調整好 沒有調整好的話 你會覺得不好用 所以我今天先教你怎麼樣去調整 話不多說我們一個一個來 我跟你講 今天大家應該從頭到尾 都會在設定裡面 幾乎都在這裡 一樣 我們就先進入設定 現在設定以後 我先講相機 調相機 你可以看到它這裡 有非常多的功能對不對 但是我要到一個地方 就是有一個錄製聲音這裡 把它點下去 錄製聲音這邊 你可以看到 現在錄製的是空間音訊 但有些人會說 我不要錄製空間音訊 我想要用立體聲可不可以 可以 這邊可以切 或者是你也可以切換到單聲道 我切到單聲道以後 下面的風切聲消除 那個選項就突然不見了 或者是你覺得 你想要有呈現有風切聲的感覺 你也可以把風切聲消除這邊 把它關閉 所以在錄製聲音這邊 你可以自己去做調整選擇 好 再來第二個 如果你是在已經跟到IOS 8 很多APP在哪裡 在最下面 來 點進來 點進來以後 有一些地方也要設定 就是訊息 來 我滑到訊息 點進來以後 訊息這邊有兩個地方 大家特別注意 包含第一個地方是 這邊有一個保留訊息 點下去永久 或者是你有一些訊息 你覺得不想要留那麼久 你可以把它一年 或者甚至於把它過到30天 你看它這邊都可以跳出來 那這邊你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另外一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叫 未知的垃圾訊息 這裡把它點下去 你看我把它開啟 記得把它開啟 好 這一招非常重要 這是最大的一個更新 在電池 點進來電池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 電池健康度 低耗電這些模式 把它開啟以後 你可以跟它目前 今天電力是54% 但我今天叫多了這些 那叫什麼 它多了一個充電 點下去以後 你看到 充電這邊有最強的充電 把它開啟 但是有一個點 你有沒有看到 上面有一個充電上限 現在是100% 你有沒有印象 我們在之前iOS17的時候 它有一個充電上限到80% 但你也可以從這邊 自己去調整你的充電上限 為了什麼 為了你的電池健康度 那你可以不要100% 我會建議你調到什麼 調到90% 其實就OK了 你調90% 完全沒有問題 到90% 你就可以開始使用 這樣子 其實也可以保護你的電池 但一樣 看你們自己的個性 如果你覺得不要 我還是要100% 也OK 然後你們看到 這邊要更改充電上限 它還是會跳出來 這邊你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我覺得很好用 再來 這個也很重要 在設定裡面 設定裡面 先找到 隱私權與安全性 把他點下去 點下去以後 找到聯絡人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更新 你有沒有看到 這聯絡人 你有沒有發覺 你只要有下載的APP 這邊有一個完整取用權限 然後你也可以自己去修改 比如說 我往下看一個 Laro 這個是越南的 即時通訊軟體 假設它 我要更改它的權限 現在是完整取用 把他點下去 這邊就可以受限 有沒有看到 受限就可以自己選擇 或者是 我不給你取用 也OK 好這邊你可以自己去完全自己在那邊設定 我覺得這個其實也非常重要 保護你的什麼 隱私安全 再來一個非常重要 一樣再設定 找到最下面的APP 找到以後 點下去 找Safari 你找不到旁邊有個S有沒有 就可以看分類 按下去以後 往下滑 你有沒有看到有個重點 把它打開 為什麼我說這個很重要 因為它叫做重點再要功能 它是透過機械學習的技術 讓我們在瀏覽網頁上面有一些重點資訊 比如說你用Safari在瀏覽什麼 旅遊網頁的時候 點一下重點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快速去查到 這個旅館的飯店的地點名稱 還有營業時間 電話資訊 而且也可以提供 如果有一些是人物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這個人物的音樂 電影相關的節目資訊 但重點來了 我覺得導演會罵我 導演你知道為什麼會罵我嗎? 因為目前你要先切換成英文版本 才可以使用 哈哈哈哈 我怎麼會罵我英文的 拜託 好沒有 但我覺得說這個你先學起來 因為接下來 如果它變成繁體中文 你就可以用了 裸機就新來了 這間要推薦的 Overdigit Pure的 晶透看黃透明殼 這是今天看到 最輕透最刺濡的一款 它標榜全殼晶透無網點 而且不只背蓋高清透明 邊框除了LOGO以外 也沒有多餘的什麼雕刻紋路 而且特別暗淨的地方 它是做寶石造型的切割 不管是凸起回饋 或者是電容按鍵的凹進去的地方 手感都很好 而且還可以自行拆卸 加上你自己喜歡的顏色 很有個性 那這個赤裸的手機殼 還是有很多隱藏的功能性 但少不了就使用什麼 欸 Messup的版本 你可以搭配 這個是我覺得也很棒的 它們雙磁吸的超薄手機支架 然後雙面的磁吸 我看超級穩固 仔細看它很輕薄 各位這種色尖簡約我很喜歡 而且可以搭配我們日常的穿著 整組搭起來好看 在PCTG的那個材質 搭配獨家抗防技術 它能做到永久抗防 提供了終身的抗防保固 夠有成績了吧 還有它有預留的電片凹槽 如果你想要加上掛繩 拿背帶完全沒有問題 市售的電片 都可以無痛把它放進去 手機可也不會凸起來 也不會影響通電 當然如果你想要追求更機能一點 然後不想那麼赤裸的話 這一款多次登上食商週的OC1 側邊純色的鑽石切割 全面包覆 而且均規認證的防塵防摔 拿在手上超有型 而且這個紫滑紋 讓你不會容易手機滑出去 側邊按鍵是用金屬材質來做製作的 按下去有非常的舒適感 而且你可以看到那個金屬 按下去清脆聲一樣 最重要是它還自帶的掛耳 有沒有看到它在這裡 所以喜歡有掛繩的人 就直接這樣掛上去就好了 簡單來說 Overdigy就是適合審美在線 然後不想要簽片一堆的專用的防摔殼 現在到官網下單輸入 OVER3CT專屬的折扣碼 直接就可以想九折優惠 現在資訊欄點下去以後 就可以去官網挑選 去吧 再來一樣 我們到APP裡面 然後找到密碼 密碼這邊有兩個地方要把它開啟 點進來以後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 偵測以遭洩漏密碼 這邊你要把它打開 第二個 建議高強度密碼也把它打開 我跟你講這兩個非常的重要 再來一樣到設定裡面一般 一般你往下看 有個叫自動停寫於密碼 把它點下去 這也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不是只有密碼APP 是這次iOS 8自己獨有的 那你有時候有一些第三方 那個驗證的通關密鑰 或密碼對不對 你會常用到的 那在這裡 它就會有顯示出來 自動停寫來源 你可以把它開啟 你看第一個是密碼 第二個我也把它開啟了對不對 那開啟有什麼好處呢 開啟以後呢 你今天在設定驗證碼的時候 你看在最下面這裡有一個 目前是對應到 Apple原生的密碼APP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點下去 你可以把它選擇 你有對應的另外兩個 你有沒有看到 這兩個也是我自己常用的 密碼的通關密鑰 你可以把它勾選 比如說把它勾選到第二個 這個 那到時候你在設定驗證碼的時候 這邊就可以馬上幫你對應到 另外一個點很重要 驗證碼使用完就刪除對不對 直接把它開啟 再來有幾個地方都在輔助使用 一樣設定 輔助使用點進來 點進來後 第一個我們到這邊有個動態效果點進來 你們看到這邊有個叫 自動播放訊息效果把它關閉非常重要 再來跳出來 第二個地方我們再往下滑 有個眼熊追蹤 這個是iOS 8獨有的新的 很多人會把它打開說想要試試看對不對 但我建議先關閉 為什麼 因為一直開著的話其實很耗電 所以把它關閉其實是比較好的 所以你看我也是關閉的狀態 還有一個地方 往下滑 有一個地方反而是要去把它開啟它的 叫語音捷徑這裡 這非常重要 這裡有沒有 可以設定語音捷徑 有沒有看到 它可以辨識的聲音 你可以用聲音來控制iPhone 這個以後我會有一集會教大家 所以這邊你可以把它開啟起來 然後再往下有一個Siri 點下去 那Siri這邊 有一個永遠聆聽Siri這邊 你可以把它關閉起來 再來設定通知 點下去 你看我目前是堆疊的 但你可以用列表示的 你可以自己選擇 列表示其實也蠻清楚的 但有一個地方很重要 就顯示預覽這裡 點下去 解鎖才可以 那有時候你覺得不要 你就按選擁步 也OK 再來一樣設定 聲音觸覺回過這裡 點下去 點下去以後 然後往下滑 滑哪裡 這邊鍵盤回饋這裡 有沒有 把它點下去 這邊有個聲音的地方 把它OFF掉 然後返回 下面有個系統觸覺回饋這裡 也可以把它OFF掉 為什麼 這跟耗電有關 因為我以後還會有審定的技巧 OFF掉就對了 再來 我們到設定一般 點下去 往下滑 有一個背景APP 重新重新這邊 點下去 這裡一樣 你這裡就自己去調整 比如說有些地方 你要把它開啟或關閉 這邊都可以 比如說背景APP 你覺得 像原神 你不用在背景啊 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它關閉掉 這邊自己去關閉 你覺得GladeBand 我也不要 就把它關閉 自己去關閉這裡 好 再來 我們設定 隱私權與安全性這裡 把它點進來 點進來後 這邊有個定位服務 你可以點下去 一樣 自己去選擇 選擇你想要的 再把它開啟 比如說 這邊有什麼中央氣象署 使用期間 你看我點進來 整個APP的時候 你也可以 一定選擇用部 或永遠都可以取用 這邊你可以 針對每個APP 自己去做相關的調整 但這邊有個地方 我覺得很棒 在哪裡 你知道嗎 就是一樣 在隱私安全性這裡 然後你往下滑 這邊有個APP隱私權報告 這邊你要把它打開 為什麼 你看 我現在是開啟狀態 開啟的好處是 你可以知道說 這些APP隱私權 它到底取用你的你是什麼 比如說你FB 點進來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超多的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說 一些背景 APP相關的一些報告 活動 這邊全部都看得到 LINE你也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看到 這裡 你就可以都知道說 它到底會 Check到什麼地方 這邊都可以看到 一清二楚 好 以上 這些地方 你一定都要學會 我跟你講 你就會突然覺得 iOS8好像更好用了一點 好 什麼問題 在下面影片 下次見 拜拜 我聽到你們看 你會不會講好用這一點 我好嗎